国学堂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今天好热 那今天我们呢 谈论语为正篇第二 在炎热的夏天 让我们学习一点国学 论语一共二十篇 第二篇呢 是为正篇 第一篇是学耳篇 学耳篇呢 我们已经分享完了 我们为正篇也分享了一次 今天我们是为正篇第二次的分享 专门是讲到在家里面的孝敬 孝道 我们可以看这张图片 这是今天要讲的内容 孟义子问孝 子曰无为 凡池欲 子告之曰 孟孙问孝于我 我对曰无为 凡池曰何谓也 子曰生士之以理 死藏之以理 记之以理 这句话是啥意思呢 孟义子不一定是孔子的学生 他有可能是孔子学生和朋友之间的关系 介于学生和朋友之间 这个孟义子是鲁国的大夫 是一个相当高的官位 因为孔子在当时国际之间呢 他的地位啊 很特殊 是特出 突出的人物 所以孟义子就来问他什么是孝 那孔子只回答一句话 很简单的一句话 说无为 就是不能违背 不能违逆 那到底不能违背父母啥呢 他也没有下文 没有说 我们常说啊 孔子啊 是很 思想是很进步的 他是因才施教的 等一会儿我们就知道 他对不同的人教导 孝道 不是一套方法 有不同的内容教导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孔子是至圣先师 接下来一段话是什么呢 樊池玉 樊池是谁呢 樊池是孔子的学生了 不过他比孔子小 小 36岁 是年轻一辈 玉就是驾车 年轻的樊池来驾车 那孔子就坐在车里面 当时坐的是马车 驾马车 那是一套专门的技术 是不容易的 不是一般人上马就能驾车 驾马车的 不是的 接着呢 孔子坐在车厢里面 和学生樊池就谈起话来了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教育是随时随地的 不是说我特别播出一个时间 上课也很好 但是还要加上随时随地的教育 机会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 孔子也在做机会教育 孔子就跟樊池说了 说这个孟孙呢 孟孙就是孟义子 孙是他的号 因为他孔子尊敬孟义子 所以就称他的号 说这个孟孙 孟义子 问我关于孝道的问题 我就对他说无为 不能违背 那樊池曰 何谓也 夫子啊 老师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啥意思呢 孔子就说了 生士之以礼 在父母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对待他 以礼节来对待父母 死 父母先逝了 死去了 要葬之以礼 为什么要买葬父母的时候 要葬之以礼呢 因为咱们中国人特别强调入途为安 善待父母的尸体也是一种孝 还有祭之以礼 祭就是祭士 你看到很多人把食物往祖宗面前一摆 难道祖宗就吃这些东西吗 当然不会吃的 但是他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祖宗在上 这是我老动所得的 我不偷不强 所以不是祖宗真的能吃 不是这个意思 表示你看到了 这些都是我不偷不强 其实你不是祖宗能看到 而是表达说我不偷不强 这些都是我老动所得 我上对得起上天 对得起上帝 我下对得起良心 对得起天地良心 如果能做到这些呢 也就是一种孝道了 我们再看下面一句话 孟五伯问孝 子曰父母为其吉之忧 孟五伯是孟一子的儿子 他是世家公子 不是说早上父亲刚刚问完孝道 下午儿子就来问了 不是 而是孔子的学生呢 是把他们编在一起 是这个意思 孟五伯问孝 孔子说 父母为其吉之忧 什么意思 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 父母会很担心 很忧愁 父母的这种担心忧愁 是非常深刻的 做儿女的 要去体会 父母担心儿女生病的这种心态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对待父母 像父母担心儿女的心态 我们如果有这种心态 来对待父母 那就是真正的孝道 我们能有这种父母 对待儿女 疾病担忧的心态 来对待 反过来对待父母吗 那当然首先 我们要体会父母的这种心境 第二篇 是唯正篇 为什么唯正篇里要提到孝呢 那是因为 孟五伯 也就是孟义子的儿子 是世家公子 他将来一定会当政做官的 而做官最怕什么呢 最怕不知民间疾苦 不知道老百姓的苦痛 如果要爱老百姓 知道天下的疾苦 就好像父母了解子女 为子女生病担忧一样 如果有这种心态 来做官 就能够把国家治理的不错 很好 所以把这段话呢 穿插在唯正篇当中 是用的很妙的 今天我们做儿女的繁星自己 我们是否谨慎的来对待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的身体很健康 这样也是对父母的一种笑 让父母免去那种深刻的担忧 所以我们为了父母不担忧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保养好 顾惜好我们自己的身体 这也是一种笑的表现 现在我们来看第七 第七句话 子游问孝 子曰 今知孝者是未能养 至于全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呼 子游问什么是孝道呢 今知孝者 意思说 今天的人认为只要能养父母 就算敬孝了 给他们祭奠钱呢 就算自己不错了 就算敬孝道了 但是 恶劳在家里面 有可能是泪言对泪言 断肠人对断肠人 非常孤独 希望儿女常回家看看 但是很多儿女以为 祭奠钱 我就算了不得的 孝子 孝子在这里说的话 是很直接 他说 至于全马皆能有养 你养一头马 你养一只狗 你养一匹马 一只狗 你都得给他 好吃好喝 给他吃喝 如果你对待父母 也只能祭奠钱给他 只能到这个程度 这个程度应该要做 当然要赡养父母 但是如果你认为只做到外面的这一些 你认为自己就尽孝道了 内心不尽 何以别呼 意思说 你这样所谓孝敬父母 和羊全马 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这句话是很讽刺的 很直接的 很震撼人心的 很多人听了会低下头的 所以今天什么是孝道 很多人以为的孝道 其实没有真正的孝道 孝不能只是在形式上 我已经寄一些钱回家了 那和羊全马有什么不一样呢 所以我们要发自真心 如果我们真心有孝 上天也会帮助我们 给我们机会和方法 再看第八句话 子下问孝 子曰色难 有事弟子扶其老 有酒时 先生传 曾事以为孝乎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子下问孝 孝子说色难 色是面色 难是很难 难处很难的 面色难是什么意思 因为面色是内心的真情流露 面色难就是心难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有事弟子扶其老 也就是说 父母在做事的时候 看到父母在扫地 儿女就应该帮着父母来扫地 妈妈我来扫 爸爸我来扫 抢也要抢过扫把来扫地 而不是爸爸妈妈说 你来扫地 女儿来扫地 还撅着嘴 一副不甘心乐意的样 这是笑吗 所以有事弟子扶其老 有酒食 先生赚 有好吃好喝的 然后呢 要给父母长辈吃 我们现在可能是称老师 或者称男士为先生 古代呢 对前辈的人都尊称为先生 好吃的拿给父母长辈吃 曾是以为孝乎 曾就是假定 你就假定这样做 就已经尽到孝道了吗 不一定就尽孝道 先别说有些人还不帮父母做事 即便帮父母做了事情 有好吃的拿给父母吃 还不一定尽到孝道 为什么 色男 面色男 刚才说面色是内心的流露 就是心男 色男就是态度很重要 你比如说父母下班回家 哎呀累得要命 可能老爸还躺在床上 年老的父母 老爸 或者老妈 吩咐你倒杯茶给他喝 做儿女的茶是到了 但端过去的时候 沉着帘 把茶杯 实际的往茶几上重重的一哥 用棱硬生硬的语调说 喝吧 请问 在儿女这样的态度下 父母的心理 什么心理 那比死都难过 这绝对不可以 所以 孝道不能只有外面的样式 形式 一定要发自内心 态度很重要 这就是 孔子说色男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色男 可能我们外面照着父母所吩咐的做了 可是我们内心的态度不甘愿 这就没有达到真正的孝敬 希望我们听了今天孝道的学习 让我们对父母有真正的孝敬 孝敬父母会使我们得到福气的 会使我们影响我们的健康长寿 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有一些的回馈 感谢观看